近期假口罩事件 闹了大家都很害怕 就算手边有足够的口罩量 也不晓得这些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政府在9月17号正式 推出新的口罩规定 目前我们手边口罩在表面下缘 只有Made in Taiwan或MIT的字样 9月17号开始制作的口罩 必须在边缘1.5公分内 新增代表医用的MD刚印 而且字样不得小于0.4公分 民众看到新规定 纷纷表示干脆在口罩上面 音质台湾国旗或小熊维尼图案 就不会被仿制 大部分的人都对新制度表示有信心 对就是正常痛苦嘛 我觉得还蛮安心的 我觉得可能心理层面上 有点帮助吧 就是毕竟知道是哪里 自己国家出产的 应该多少会对自己 应该多少对自己国家都有信心 所以标榜MIT可能 对于辨别夹口罩可能会有好处 可是对于有心人来讲 他如果真的要伪造的话 他还是有那个能力 只是在于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对自己就是多点信心这样子 应该多少吧 因为现在政府不是在做嘛 总是要相信他们 新的双钢印口罩 会先提供给购买口罩 实名制的民众 新制上路第一天到药局 就可领取 选择超商取货的人 必须研制第17期再领取 如果要透过其他通路购买 非实名制口罩就要再等等了 但没有买到双钢印也不用太担心 9月17以后在药局卫生所领到的实名制口罩 就会有双钢印 双钢印是指Made in Taiwan 还有MD这两个钢印 Made in Taiwan就是台湾做的意思 MD是医疗器材 医用口罩的意思 超商领到的话 他会再晚一点 在9月28的时候才会有双钢印 那其他的有合格的医疗器材的制造口罩商 他不是口罩国家对的 他们也在努力的在制造这些模具中 那相对的话 这个都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的确目前市面上 要买到有双钢印的自购买卖口罩 相对的还不会这么快可以买得到 目前你的实名制口罩 只有Carrie Max口罩是有问题的 那你的其他口罩 包含你可能连钢印都没有 可能有的是In IT 有的是Made in Taiwan 他的位置大小可能都不太一样 这都是不用担心的 只要是透过实名制令的医用口罩 指挥中心讲 目前这些其他口罩 都是合格的医用口罩 政府目前规定 是12月17以前 假设没有贩售完毕 他需要回收 加个印章 检验合格 盖章 所以还是一样可以继续贩售 所以12月17以后 还可能还是会买到 没有双钢印 但是有经过政府把关 合格的医用口罩 印双钢印 对于假设厂商 有性要违法的人 的确是防不胜防 但初期 因为是钢印过去没有做过 所以短期 民众再买到实名制口罩 有双钢印 的确可以让民众可以 清楚的辨别 这个是不是合格的医用口罩 但未来政府 要防堵这个部分来说 除了双钢印以外 他还要同时做很多配套措施 包含流向管制 还有溯源 溯源就是说 从购买的通路 从这些药商 药局 政府去稽查 看它的流向 就是拿来的货 从这边双方向的一个检查 可以比较杜绝一些 违法的产品的混入 针对过去领到的一些 合格的口罩 基本上除非职责中心 有特别的公道 目前药局的 介绍指示 是不可以给民众做换货的 除非是政府公告 比如说像加利口罩 它是应用carry mask的 所以钥匙判断原因者 是口罩上面有应用carry mask 我们就会给民众做换货 总结来说 民众想购买有医疗保证的口罩 在9月17号以后 可以透过口罩实名制 买到双钢印口罩 或者在合格药局或量贩同路购买 但这些口罩 不一定会有双钢印 12月17号过后 基本上无论是实名制 或自买卖口罩 都会有双钢印 如果没有 就必须任命合格标章才能购买 虽然口罩钢印样式多元 但是实名制购买肯定会有双钢印 只要记得购买口罩 大原则就是任命政府合格的通路 多一份保障 多一份安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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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